政府上個月,為封鎖敦指定區域接近兩天 區內有很多少數族裔因為不熟悉中文和英文 有時跟工作人員產生誤會 三個非華裔消防員被委派落場協助 當時情況是怎樣呢? 劉偉澤和他們談過 穿上黃金戰衣 搏街喉 上雲梯 卸水 他們三個是香港非華裔的消防員 疫症當前,除了救火 適港烏刀魚的他們還有一個特別日務 上個月政府第一次引用規例 維蜂油麻地一帶四條街 限制區內有不少少數族裔族裔 要幫忙回來 有一位巴基斯坦男人跟我說 為何突然間我不可以出去 為何要被人檢查 我過去了解情況 其實那位女士有個嬰兒 有個嬰兒 她很擔心因為奶粉快沒完 因為溝通上出現了一些問題 她可能沒有接收消息 或者48小時 我就用回自己的願意 跟她吵架回家 她明白了 她也很合作 就明白 想回去 身為牧師林 上班撞正齋隔月又怎算好呢 我的做法就是 我可能上班那天 我就是不齋隔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可能有事要入火場 我亦要顧下自己身邊的同事 就是可能說我有什麼事 可能脫水那些 就給予人家麻煩 三個非華裔的消防員 都不是一次就考到的 她都是因為體能不合格 而要重考 反而不是的題目 因為有中英對照 對他們影響不是很大 有線電視記者劉偉